现在的四大发明是什么 1.高铁 中国国家铁路局将中国高铁定义为 设计开行时速250公里以上 初期运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客运业车专线铁路 2.扫码支付 任务通过手机客户端扫二维码 便可实现与商家账户的支付结算 3.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是指企业在校园、地铁站点、公交站点、居民区、商业区、公共服务区等提供自行单车共享服务 4.网购 通过互联网检索商品信息 通过电子订购单发出购物请求 然后网上支付厂商发货 或者是通过快递公司送货上门 3.查 Inhale